烟狐 其实应该念烟狐 烟狐是名作家道有梅先生的中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北京 可是咱们电影的开始呢 却在欧洲的巴黎 为了把烟狐改派成电影《八旗子弟》 导演李汉祥和编剧岳华 特别到巴黎伦敦去逛了一下 主要的当然是想搜集一些资料 顺便看看 已经在中国将近绝技的鼻烟 还在欧洲继续流行着 鼻烟是明朝万历九年 也就是公元1581年 由欧洲人立马斗带到中国的 到了康熙 庸仲 乾隆年间 好家伙 那达到了他的黄金时代 朝野上下都喜欢闻鼻烟 由于闻鼻烟送行 所以装鼻烟的烟狐 也就精益求精 多姿多彩了 您别小看鼻烟狐这东西 大不过把 小如拇指 装不得酒 成不得饭 可是他把玉石琢磨 金丝镶嵌 雕漆 烧瓷 雕塑 绘画 锦泰兰 古月轩 各色工艺技术都急于一身 崇了咱们中国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 崇了咱们中国工艺技术的 一个浓缩的结晶 有一天在巴黎古玩市场上 和写烟狐的东友梅不期而遇 于是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谈狐狸乾坤 这哥们几个是真能聊 由欧洲巴黎的凯旋门 一直聊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东友梅还告诉李岛跟月华 在巴黎的铁塔建成之后 大清帝国的慈禧皇太后 派李永章到巴黎 送了一个古月轩的烟壶给埃菲尔 这个画着老年前了皇帝的古月轩烟壶 如今依然陈列在巴黎铁塔的顶上 陈列在当年埃菲尔办公室的写字台前 埃菲尔和大发明家爱迪生的蜡像之间 东友梅又列出了中国近代的四位名烟壶画师 他们是东唐入世马绍轩 雅苏共赏夜中三 阳春白雪周乐园 文武全才乌长安 烟壶的故事说的就是乌长安 由于他的一个内化壶 在1985年的伦敦拍卖行 以6万美金拍卖了出去 买家呢是一个20多岁的中国姑娘 哇 这倒是引起了世界古玩上的纷纷议论 四方打探之下才知道 原来他不仅和乌长安一个姓 还是乌长安的重孙女 他买的烟壶正是乌长安出师以后 画的第一个内化壶 其实呢 画的也不算好 也不十分精致 画的是一个萝卜 背面写了一首王昌林的诗 寒雨连江夜入吾 平民送客楚山沽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咱们就先说说这位八旗子弟乌长安 原名叫乌世宝 是火器营正白旗的人 祖上因为军功受逢过萧奇校 到乌世宝这带呢 那职位叫他伯父门里席了 他闲散在家 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 几箱真玩过日子 他家境虽不富有 但是当当卖卖的也还够过 每日里无非是逗逗曲曲 溜溜化眉 闻闻鼻烟 喝几两白盖 这天呢 他在天桥海顺轩多喝了两杯 捅下个娄子 说起来 这是芝麻大的小事 可是那年头邪性的事特别多 一不小心喝凉水都塞牙 放屁动地崩了脚后个 今天还是寿明说唱 店里坐了不少人 这寿明你当是谁 嗨 穷七人一个 早些年坐过一任小官 后来远离官场 因为一扇滩闲子 于是利用着一技之长 游走于个汪府宅院 替古玩商与咱们跑河 中些中介费 巫师宝当当卖卖的 没少进他手 中厅呢 外头一阵骚乱 一辆马车红冲直撞 搅得街面那叫一个热闹 巫师宝和寿明出门准备瞧 刚走到街口 就被车夫一辫子抽中 再一细看 火啊 当是谁呢 这不徐狗子吗 徐狗子大名叫徐焕章 原始巫师宝家里的骑奴 父亲一辈发达后 拖了奴籍 但因他是家生子 所以 尽管拖了籍 但奴才的名分还在 见了主子 照就得叫爷 旁人一听 徐狗子是奴才 都起哄 说不教训他 对不起祖宗 巫师宝一向好面子 被狗闹这儿了 不抬手说不过去 说明走街串巷 见识多 脑筋活络 见差不多了 就赶紧拉巫师宝走 毕竟这世道不比从前 再说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别说狗了 说起来 巫师宝提龙挂鸟的转悠 没少被人骗 三十好几了 还是一身疏伤气 也难怪 他从小过得悠闲日子 不安适适 明面上是四九成的爷 其实啊 生活范围很小 读书十字没得说 真下了街面混 一捏就扁 一碰就碎 就说闹义和团那会儿吧 端王创立了火神营 宠治洋人 一时间风头无两 有一次 在端王的寿宴上 巫师宝急性编了几句唱词 老王爷 福眠长 创立了火神营 保国保家乡 似虎如神 从天降 洋鬼子见了心发黄 神去鬼 虎吃洋 洋吃尽 鬼去光 看你们成墙不成墙 端王一高兴啊 当即要提拔他进虎神营 徐狗子一听可吓坏了 这虎不单吃羊 要是吃起狗来 也是蛮便当 要不说徐狗子机灵呢 没几天就在街面上 吼到乌大奶奶 一个劲地道歉 乌大奶奶向来温和 让徐幻章别放在心上 芝麻绿豆的小事 早没赢了 其实徐幻章还不知道 吴师宝 根本没进虎神营 因为他一听 叫他骑马打仗 就吓得直哆嗦 结果还是寿免给他出了个主意 向王爷禀了个因病告假的帖子 也就作为霸论了 到了公子年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和清政府议和 提出条件 要崇拜议和团祸首 虎神营冰箫瓦解 端王呢 也被发配到新疆 终身禁锢 而徐幻章呢 就因为会说句日本话 和日本人盘上了关系 当上了鸡察队的队长 小人得志 鸡犬升天 徐幻章当了侦察队长的第一件事 就是四处找仇家 一个一个给送进大牢 这天呢 就找上寿命的麻烦 过去唱老王爷福明长 现在神也上了天了 虎也下了地了 给我改词 唱老王爷福不长 创立了虎神营 误国害家乡 吴时宝当即站了起来 原词原曲给来了一遍 旁人一看 来了近了 一个叫沈静的穷情人 开口便骂 徐狗子 狗杖人士 杨人士 是你爸爸 徐狗子转身灭了一眼 马上叫人给抓走 说沈静是乱当 其实啊 吴时宝才是徐幻章 公报私仇的对象 不过因为其主其奴的关系 不得不民修战道 暗度陈仓 吴时宝的罪名是乱党家义和团 还有在虎神营当过差 所以迪堂就定了死刑 关在死囚牢里 多亏了吴大奶奶 抛头露面 托人情走后门 花钱打点 才算把吴时宝的死刑打掉 押进普通牢房 还好 吴时宝挤人天象 因祸得福 这就叫山情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过惯了悠闲日子的乌时宝 哪里见过这种地方 暗无天日的满地挑蚤 够恼人的是 笔烟用完了 突然 欲有伸手叫住 别再挖了 再挖兰州图就没了 兰州图 什么兰州图 乌时宝一头雾水 在一戏桥 火 这人一双桥手 愣是在鼻眼里头画画 画的那叫一个精巧 再看他落款 聂小轩 吴时宝眼睛冒出光来 感情面前这位 就是古欧宣民家聂小轩 一问 更令人惊奇 聂小轩来这儿 是为了凉快凉快 前些天 聂小轩给九爷 画了一套美国总统 甚是精巧 肃王看了后 也想弄一套 弄一套日本天皇 去日本的时候 带着当礼物了 九爷当面是阴了 可是又不行 若当真再画一套 那他手里这套 可不烂大街了 人人都有的玩意儿 九爷可不稀罕 就这么着 聂小轩被弄进大牢 暂时待上三五个月 董肃王从日本回来 估计这茶就过去了 另一位育友叫鲍爷 是个酷兵 因为偷了酷银被抓进来 一点没冤枉 吴时宝愣了愣 你们出库的时候 不是要拖得一丝不挂吗 银子往哪发 鲍爷乐了 人身上呢 一般来说有七个孔 武大郎被潘金莲堵死的时候 不是七孔流血 但那是上边 下边还有呢 反正就是选大孔塞 十两一定的银子 能塞上四顶 那天也是该倒霉 早晨在天桥斗汁王那喝斗汁 一个屁没憋住 蹦出一个来 得 怎么解释 这就进来了 不过也不打紧 酷兵都这么干 管一些日子呗 正说到信头上 徐狗子领着乌大奶奶来了 现在虽说逃了死罪 可是怎么出去还是个问题 一直管 不定管到哪天呢 徐狗子帮忙打听了 只要山田大佐点头 这事就能了 隔天就能放出来 乌世宝别过脸去 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可落到这地步 也没法子了 乌世宝不知道的是 他进来 是徐狗子耍的手段 引乌大奶奶使钱 也是徐狗子耍的手段 将乌大奶奶送给山田大佐 还是徐狗子耍的手段 过关了悠闲日子的乌世宝 更不知道 被玷污了的乌大奶奶 当晚就投了石上海 半夜半两月过去 乌世宝懂不到消息 大病一场 高烧连烧三天 都开始说胡话了 说是胡话 也不是胡话 老王爷 福眠长 创立了虎神营 宝国宝家乡 这还得了 这不是找死吗这是 宝爷劝他不住 干脆跟着唱起来 引那大家伙都跟着唱 又熬了半两月 总算活过来 可是什么时候能出去 还能不能出去 这事越来越迷糊 不仅乌世宝迷糊 聂小轩 宝爷都迷糊 尤其是聂小轩 他要是死在这儿 古若轩这门绝技 可就失传了 就这么着 小街仨人 报一不识字 乌世宝临危寿命 开始跟聂小轩学话 古若轩是苏州文学士 胡学州发明的 胡家一直是把画胡 和烧胡的技法 分开传授 比如说两个儿子 就一个学画 一个学烧 要是一个儿子呢 就把烧胡的本事 交给儿媳妇 要是一个女儿呢 就把画胡的方法 交给女婿 聂小轩就是胡门的 第七代女婿 所以他画 他的老伴烧 如今老伴死了 就把烧胡的技法 传给了独生女柳娘 古若轩呢 是火中夺彩的玩意儿 每样幼色的要求 火候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颜色 都要烧一遍 十几个颜色 就要烧十几次 烧出来的颜色 又和画的时候颜色相反 你比如说 红花要画绿的 而绿叶却反而要画红的 而且火候要恰到好处 过了太深 不够油太浅 所以一个古若轩鼻烟胡 不能说百里挑衣 要烧个二三十个才能成功 又是一年春风起 到了放纸烟的时候 巫师宝被无罪释放 寿命先把巫师宝带到澡堂子 说先洗洗澡 剃剃头 刮刮胡子才能回家 要不然的话 胡子拉叉的 活像个土匪 还不把巫大奶奶吓死 其实 是怕巫师宝知道家破人亡之后 一时受不了 吓晕过去 在澡堂子里先聊聊闲片 然后才告诉巫师宝 大奶奶为了他的官司 把房子 地和存的一点家底 都变卖金光 结果还是上了许狗子的圈套 吃了眼前亏 跳了石上海 唉 真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几千年啊 过去的事 谁也拉不回来 想也白想 总得打起精神做人呢 看看眼下这世道 邪性的很 谁知道明个会发生什么 不说远了 这澡堂子里就有怪事 有人跟玩摔跤的小仆虎打赌 说只要他敢寄澡堂子 就说他两桌厌吃喜 这波他来了 大火起哄 世道真他妈的邪性 娘们也寄澡堂子 小仆虎脑得很 一个扫堂腿撂到啥 看你妈的看 你妈也这样 女人邪性 男人邪性 这四九冲 就没有不邪性的 这波 九爷看耍猴子来了兴致 牵了头羊走 当个宝贝一样拱着 海神轩掌柜的一瞧 羊进来可以 也得交钱 还得交双份 不按人头 算大腿 九爷拢笑 得 不就是钱吗 切最好的茶 九爷可是混石魔王 他能吃这块 当然不能 第二天他就弄了几十只羊 赶大吉士地赶进海顺轩 不就是钱吗 爷多的是 这帮羊大爷 从一楼爬上二楼 爬进厨房 搅得海顺轩一地狼藉 掌柜的也不是好惹的 悄悄叫了人来 可又能如何 男人一看是九爷 立马蔫了 九爷虽是混石魔王 可是也是民事里的 出气归出气 砸人家的东西 赵家培 一个字不少 聂小轩被放出来 就是那几天的事 肃王从日本回来后 化天皇这茶早忘得干净 可九爷还记得清楚 尤其是聂小轩这双手 九爷想给买了 多少钱都行 不卖也行 以后谷月轩 不准外卖 言必 九爷告诉管家 待会儿包几十辆银子给他 我逗他玩呢 九爷爱搞恶作剧 这在四九城人尽皆知 可他赶扬进海顺轩 确实真是发生过的事 再说乌世宝 发妻受辱而死 家破人亡 现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 暂时在客栈凑合着 师妹柳娘说 反正没地儿住 不如住家里算了 乌世宝如临大敌 不不不 万万不可 再说 乌世宝在大牢里学话 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今师父出来了 该重点找个天分更高的土地 说明白手 别这么说 你的天分也不低嘛 乌世宝叹气 可我不能趁人之危的时候 把人家的祖传绝技据为己有 说明气了 简直要骂人了 人家磕头祷告 请客送礼想拜师 灭大师还不一定要 哪像你 师父赶着教 一人一打挺 三亿出流 何况师徒如父子 哪有打回票的 爸爸 你把我生回去吧 笑话吗 说明推了一把乌世宝 快 师父的头都磕了 再给师妹磕一个就算完事 乌世宝嘟嘟囔囔 有些不好意思 唉 磕吧磕吧 再给师妹磕一个 就这么着 乌世宝最终住进师父家 与师妹柳娘 共同继承了谷卫轩的手艺 可是啊 每逢佳节 被私情 乌世宝虽然搬到师父家 师妹柳娘也对他照顾备至 端堂送水 缝缝连连 今天做一件小褂叫他穿上 明天缝一条裤子叫他穿上 大伙跟一家人似的 可是到了8月15中秋节 乌世宝还是思前想后的不是滋味 上街溜溜回老宅子看看 最后又奔了组长家 可怜柳娘忙活一天 鸡鸭鱼肉煎煮烹炸 弄了八碟八碗 却连个人影都懂不着 一直到后半夜了 乌世宝才丢了魂似的回来 他被开出奇迹了 组长说 以后不准姓乌 也不准说自己是奇人 柳娘美好气的说 何必呢 大姐下的 凭什么缺人家的狗屁词 怎么 做手艺人配不上你啊 聂小萱拦住 意味深长地说 你要是不愿意 我不会勉强你 乌世宝灯是站了起来 师父 今后我再有三星而已 天地不容 说来倒霉 这许狗子害了乌世宝 家破人亡不说 见乌世宝放了出来 心里不平 又开始暗地试镜 去年 苏王要天皇别烟活梅药城 是因为找不到聂小萱 现在聂小萱出现了 没有理由不让他画一套 不说献给天皇 就是拿来孝敬山田大作 那也是好样的礼物 可是 可是苏王的这套新画册 聂小萱实在不能下手 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中国人反倒画成画 拿来孝敬日本人 哪一个大清国的子民 都做不出这种事 虚狗子恨得牙痒痒 抬手就是两巴掌 威胁道 你要是交不出货来 你就是乱当分子 到时候人头落地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聂小萱百般为难 晃到天黑才到家 茶不思饭不想 夜不浓寐 煎熬至极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聂小萱想不出主意 柳娘虽是个姑娘 但不柔弱 李管家不是能说上话吗 找她试试看 聂小萱常常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 试试 再试试看 坐牢 她没含糊过 可是叫她画凌辱宗庙 凡齿为荣 赚日本人银子的烟壶 她是宁死不肯 可九爷是个混世魔王 虽然好开个玩笑 不一定当真 可是你要真违反了她的意思 还真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把手剁下来 剁了手倒没什么大不了 可怎么对得起几十年的功夫 怎么对得起骨骼轩呢 手跟木材可不一样 木材取下来还能用 可是这手 尼奥轩热血上头 静止冲到马车前头 还真把手给弄折了 九爷一看 忙吩咐的一管家 快 快给送去接骨酥呢 素王还懂得她烧烟壶呢 要说还是柳娘有主意 弄出这档子事 以后别想着还能顺档 走 明天早上就走 柳娘斩钉截铁地说 你要炫摇头 咱们走 巫师宝呢 她怎么办 柳娘说 咱们是寄人篱下 她是家破人亡 要走还不一块走 您看 总不能 总要有个名堂吧 硕明推了一把 巫师宝赶紧凑到跟前 嘟嘟囔囔一大堆 就是说不到正点 那个 师妹要是不嫌弃的话 硕明拉了一把 什么师父师妹的叫爹 次日一早 就在四人上路的同时 东之门哨兵传回消息 许狗子闻声而动 殊不知 寿民带马车出了城后 七拐八拐 最后从小路绕到西之门 向西上了大路 出城约过七八里地 路过一座破庙 四人这才道别 临别没什么好送的 只有一只笔烟壶 一只巫师宝出师以来的 第一个鳖湖 寒雨连江一夜入吾 平民送客 楚山沟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 载欲乎 从此 内小轩和乌世宝夫妇 归隐山林 以后呢 乌世宝改名叫乌长安 以化内化户为生 两口子为了保持 国轩这门手艺 每年还烧那么三摇两摇的 可是既不为民 也不牟利 底一日上 全打上乾隆年造 这个内化户 就是以六万美金的高价 被乌长安的后人买了回去的 念小轩和乌长安的名字 将随着古恶轩和内化户的艺术 永垂不朽 而徐幻章呢 咬身一变 从了军阀头子 呼风范雨 左右风源 咬身一变 狗咬二大妈呀 二大妈一匹马 坐在了汤头上啊 二大妈妈黑呀 二大妈妈黑呀 先前的红领背呀 咱叫二姑娘 二姑娘收敌啊 父亲的孩子样子 二大妈妈黑呀 二大妈妈黑呀 三月三月山啊 三月是清明 接着理去 螃 didn kup他 做 election 二大妈妈配呀 二大妈妈黑呀 二大妈妈黑呀 在路上生愁 如果在路上棺着 她去一个的 二大妈妈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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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